恩典每日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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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恩典每日成修 我是义雄弟兄 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成修 今天和大家思想一个问题 就是神的福音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新月圣经中 我们读到有两间教会 是任何一位牧者 都会感到非常头疼的教会 这两间教会问题多 困难大 信徒又桀骜不逊 常常争辩 不听劝告 烈性不改 第一间是哥林多教会 另外一间就是格里底的教会 当时格里底的信徒 不服约束 我行我恕 并且接受假教师教导 加上格里底人是出了名的 道德低落 是一群爱欺诈 贪吃又懒惰不做事的人 保罗要求提多设法改变 格里底教会的信徒 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 提多该如何做成这事呢 保罗提出两个重要的策略 让提多去实行 请看提多书第二章 第一节 和第七到第八节 但你所讲的 总要合估那纯正的道理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在教训上要正直 观庄 言以存全 无可指责 叫那反对的人 既无处可说我们的故事 便自觉羞愧 保罗要求提多 必须以存正的道理来教导他们 并且牧者本身要活出 他们自己所教导的各项要求 做信徒的榜样 存正的道理是什么呢? 存正的道理就是圣子耶稣 为我们舍了自己 救赎我们脱离罪恶 又洁净我们 使我们成为圣洁毫无瑕疵 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 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和价值观 神的福音在现实中体现在哪里呢? 神的福音就体现在信徒们的生命里 就是无论男女或老少 信徒们都能够依靠神 活出高尚的品格 而建立起美好的人际关系 在本章圣经中 保罗指出信徒们应该在凡事上 控制好自己的言语和行为 举止端庄 谨慎自守 有信心 有爱心 有耐心 不说诽谤别人的闲话 忽染上不良好的嗜好 爱家人 爱儿女 谨守做人 谨守做人的道理 爱做家务 待人有恩 不口出恶言 不贪小便宜 拒绝世俗的思想和情欲 在众人面前 敬前录日 在职场有工作的信徒 必须服从上级的指示 不偷哪公司的东西 占为己用 我本身也是因为 一位基督徒的生命见证 才吸引我信仰跟随基督 我出生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 直到读大学的时候 才有机会接触到几个信仰基督教的同学 当时我常常向那些 向我传福音的同学 发出许多挑战性的问题 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无奈 直到有一天 我看到有一位基督徒 他的生命有非常美好的见证 让我非常的羡慕 盼望自己也成为一位基督徒 和他一样有美好的生命品质 弟兄姐妹 我们传福音 不单靠我们所讲的道理 更要紧的是我们所活出的 基督徒应有的美德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赞免你 主啊感谢你的救赎恩典 使我们生命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 求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帮助我们持续地活出基督徒应有的品德 坚持在世上敬虔度日 直到我们见里面的日子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鼓励大家花点时间把提多书第二章读完 很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属于教训 感谢大家这三年来与我们一起成修 让我们继续彼此鼓励一起能修 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